近来政坛信骚风波连环报 尤其民地党内爆出了第一案党工信骚扰案件之后 党主席赖清德也排版下令三项革新 第一个需要建立直接的申诉窗口 可以直接向秘书长来申诉之外 新评部也成立了专责的信箱 对申诉的案件会启动调查追究加害者的责任 另外呢包含像是林隆仁的处理原则 对于加害者一律开除绝不录用 协助检调机关来调查 第三个就是要立即修改党内的规章 强化性贫机制也加强党内的性贫教育 那借此事件呢积极的革新 要建立一个友善的职场环境 在这一连串的改革之后 现在有最新的民调结果出炉了 有三成四的民众表示满意 但是也有大约三成表示不满意 显示呢目前社会对赖清德 以及民进党有更高的期望 认为应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但是满意略高于不满意 也显示出赖清德初步是惊险度过了这个危机 但是后需要如何妥善的处理 仍然是非常考验赖主席的危机应变能力 那据了解民进党目前有三件的性贫案件 已经完成了调查 将进入性骚扰申诉处理委员会 今天下午呢将会正式的召开记者会 公布第二波的调查结果